26号是彩田友善农座春分插秧活动 深耕万里金山石门推动友善耕作 到现在器座的面积已经有30甲地 目标未来要朝向全部耕地 42甲地都要友善器座 而今天的插秧现场还邀请到了爆米香 米蛋糕米馒头等等米食摊饭来展示 还有其佬的插秧教学 今天是彩田友善农座春分插秧的活动 从前年开始彩田友善农座 便致力于在万里金山与石门地区 推动友善农田的器座 全部42甲的耕地 目前已经有30甲地成为器座的土地 目标将要朝42甲地全友善器座来迈进 除了让食物无毒吃得更安心 也要借此让在地的居民与孩子们感受到 生态变得更完整 环境变得更好 那我们台湾现在很多已经快要绝种的动植物 只在我们北海岸金山还有石门万里这边还可以看得到 但是他们也被也受到这个农田使用农药的威胁 所以呢 这些生物呢 可能在台湾已经快要消失了 那我们很谢谢我们的采田的梁乳门老师 跟我们金山这边的农友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田呢 能够用友善的方式 也就是不用农药 借由小朋友的手 亲自种下这颗稻米 从种子开始发芽到长大 到把它收获 才把它收获起来 再把它变成一个白米 整个过程都让我们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到 都可以了解到 谁在三合国小旁的农田邀请三合国小 中角国小 以及秀山国小共150位学童一起来插秧 从晋天泄土开始的祭拜 到地方骑牢的插秧经验分享 还有米食料理本米泡米蛋糕米馒头 与超哇粿的展示 采田友善农作希望透过这场不一样的春分插秧 带给孩子家乡土地的温度与生命力 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 这么多的展观 协助着我们 协助着产品会越来越好 也让我们这个环境会越变越好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种米食教育的活动 就是我们希望让小孩子可以从擦秧 出草 出植搜楼 到之后的割刀 到之后我们会在右手边这边 我们有找了几个农友 包含来统米泡 包含来做那个米蛋糕 米馒头 或是我们之后有一个农友种香菇 他是用稻杆 用竹穴跟咖啡渣之后来种烤菇的时候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小朋友 可以去认识到我们的土地跟我们的环境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件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 今天很高兴也可以在这个金山的 这个所谓的产品里的器座的活动里面 开始可以参与更相符的活动 那希望今年除了在我们今年是来春分擦秧 那之后还会有出草啦 然后从不受罗到后面的所谓的收割 农机公司跟同机的同仁 以志工队的形式都还可以继续来参与 推行友善农耕之后 不仅是农友加入 还有学校机关响应 竟然连企业也来共享胜举 透过对于土地的重视与保护发挥企业责任 也期盼在更多人的加入 可以让友善土地拓展更广 借此要让自己生长与打拼的土地能够永续 让下一代有更干净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到平函金山采访报道